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咸鱼之道的那些事 上期说了80多年前发生在遼年营口的最后事件 但为什么偏偏在几年之前又被人提起来呢 而且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这里有这么一档的事 1939年当时16岁的孙正人来到大连 给有钱人做管家 女主人的丈夫就是营口商会会长的弟弟 几年下来孙正人深得主人赏识 1941年离开大连的时候 女主人把一段龙骨当作奖赏给她 根据介绍 女主人手中的龙骨大约有三斤多层 显白色条状骨头 底端有顽口大小 慢慢向上一线越来越细 直到最尖端 骨头表面的白色 右边很亮 大家都说这是荣芽 女主人也告诉她 这曾经在营口展览过的龙骨 2004年6月16号上午 已经年过七旬的孙正人老 把自己保管了整整63年的五块龙骨 就捐给了四十字办公室 她希望有官部们能够鉴定一下 她手中的海果到底是什么生物的骨头 出了龙骨这么一档的事之后 这也引起了人们关注 这才有了2004年央视播出的那些 关于营口罪名的节目 那么孙正人老人手中这几块龙骨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通过当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鉴定 一致认为这几块龙骨 其实是史前第四季 距今天一万多年前的野马的压史华斯 并不是什么龙骨 这样以来 虽然孙正人老人手中的几块龙骨 被认定了不是龙骨 但营口罪龙这个事件 反而变得让人琢磨不透 当年营口出现的这怪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没有让孙正人手中这龙骨的线索 人们只能根据当年圣经时报上 这张龙骨的照片来推断和判断 到这儿 针对这张照片 有两位专家看法产生了分析 刘金元高级公司认为 虽然这个照片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根据形状看 有可能是恐龙 但是研究海洋生物的研究员赵永波认为 这个怪物有可能是当年一条搁浅的鲸鱼 而且是一条虚鲸 很有可能是当年人们在搬运怪物骨头 然后拼翻起来的时候 把虚鲸下额骨的两块骨头 给错误地安在了头上 导致看起来像是龙脚 让人们误以为是一条龙 最终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 赵永波研究员 搬出了虚鲸的骨架标本 把虚鲸的两片下额骨插在头上 果不其然 这样子看起来跟当年圣经时报的照片 怪物的尸骨还真差不多 所以最终在电视台的节目当中 引口最浓的media揭晓为虚鲸 虽然在电视节目当中给出了鲸鱼的结论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结论并不认同 因为在这条结论中出现的漏洞实在太多了 首先咱们来看看虚鲸 虚鲸这鲸鱼体长15到20米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跟那怪物的特征倒是比较符合 但是我们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 会发现虚鲸的生活习性比较特别 大部分的虚鲸夏天向高纬度的海域迁移 冬天到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 引口最后事件发生在8月份 正好是夏天 如果这个龙真的是虚鲸的话 当时正值8月份的夏天 大部分的虚鲸都已经迁移到高纬度的地区了 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引口这种北纬41度的中纬度地区的 而且虚鲸多半栖息在远洋 而且极少接近海岸 大多生活在200到300米的深海 这不太可能出现在临海的引口市 再者呢 引口最能发生在剧烈辽河入海口 直到20公里的辽河弯道处 真心不考虑 鲸鱼能不能在这个狭窄的河道里来去置入 怎样 就光说这鲸鱼有可能会顺着淡水河流逆流上 最终还搁浅在海岸上 显然呢 这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其次呢 如果这个怪物真的是鲸鱼的话呢 那根本就无法解释 当年引口第二次坠龙弄翻三只小船 卷怪附近的房子至19人死亡 还掀翻火车 这些事情种种这些迹象都表明 引口最龙的这个龙不太可能是金鱼 在电视台的这期引口最龙的节目播完之后 当晚引口一位80多岁的老人 蔡壽康对虚金说提出了质疑 随后同在引口的黄振福、张顺席 两位老人对这种说法同样也提出了反对 因为当年这三位老人都亲眼在引口看到过龙 这三位老人分别是蔡壽康、黄振福、张顺席 就在80年前蔡壽康老人那时候9岁 当年他就住在警口市河北中小街 也就是当年人们在伟藤中发现龙的地方附近 但他当年看到的龙比伟藤中这个龙更活红活现 在这个8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 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 蔡壽康和黄振福、张顺席以及曹宇文等几个孩子 一起在外面玩 蔡壽康突然发现 在引口市造之场方向的天空上有一条龙 他立即就告诉了黄振福、张顺席和曹宇文 小伙伴们同时抬头往前上看 同时看到了这条龙 根据三位老人的描述 当时在天上龙出现了大概有15秒左右的时间 当时是阴天 那条龙是灰色 在云中动弹 动作跟蛇差不多 跟现在画上画的龙样子是一样 头像牛头 头上有两只脚 脚是直的 嘴上有胡须 还是两根长胡须 大眼睛突出来 身长大概十多米 身上有鳞 有只长尾巴 很像鲤鱼尾巴那种尾巴 蔡壽康老人在2002年 曾经给北京动物馆写过信 2014年的3、4月份 也给中央电视台也写过信 全是反映了当年她跟小伙伴 看到过真伦的经历 但是北京动物园和中央电视台 都没有给她回复 三位老人在看到这个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之后 都表示 电视节目中把银口坠乱定论为金鱼 实在太过草率了 轻易下结乱太早了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世界上没有龙 而且事发当时已不止一个人亲眼看到了龙 再者说当年给龙盖席子 大凉棚脱水的还有那么多人 当年亲眼见过龙的消瘦型老人 如今也健在 电视台也采访过她 骗子脸也有 如果当年出现在银口辽河北岸的龙 是条金鱼的话 消瘦型老人当时也不用站在马背上看 因为金鱼的高度和马差不多高 没必要站在马背上看 直接坐在上面看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几位老人对电视台节目当中 金鱼的说法是一个反对的态度 既然这银口罪龙不是金鱼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真的是所谓的龙吗 世界上真的有龙这种东西吗 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 在大气中很可能生存着某些生物 这些生物被称为大气生物 而且这所谓的大气生物 已经和人类共同生存了好几个世纪 很多在空中逝世的客机等现象 很可能跟这些生物就有关系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个龙 会不会也是这大气生物中的一员呢 会不会在银口坠落下来的那条龙 也是所谓的大气生物呢 1917年在中国出现过一次鸟类群体死亡事件 当时在鸟的尸体上留下了生物的爪印 即像是中国古来传说中的龙爪印 根据目击者称呢 当时的鸟类极像是躲避某种虐狮子 鸟类身上留下了爪印 似乎就证明了就是这种不明生物导致鸟类的死亡 当地人据说也在同时看到空中有一条农民三国 不只在中国 1939年美国的一架军用飞机在佛罗里达坠毁 12名飞行员死亡 事件调查之后发现惊人的结果 飞机的机舱里到处是单空 一些飞行员手里还握着手枪 很显然飞行员好像在舱那样射击过 但是不知道在射击什么东西 目击飞机坠毁的一位农民说 在飞机坠毁的同时还看到了一个不明生物 从飞机那样穿了出来 消失在云彩中 根据他的描述 这个生物极像是中国传说中的龙 随后消息也得到了近一步的证实 在两名飞行员的胸前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两个爪印很像是动物的爪印 然而这两个飞行员大概早在飞机坠落前已经上升了 历史的例子还有很多 以后的视频当中咱们也会再详细的谈讨 就像是蔡壽康老人所说的 在十二属相里为什么有龙呢 为什么其他属相都存在 耳龙就不存在呢 难道我们的祖先在十二属相里唯独下边的一个不存在的龙吗 以科学的角度看待似乎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自然之明都无法解释 但不能说我们看见耳龙 这就不科学就是封建迷信 几个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 没有必要说谎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同时撒谎 也许龙并不是人们凭空异想出来的 只不过是一种稀少罕见的洞吧 下期我们从银口到蒙古 说说一个更加危险的死亡之重 我是鲜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